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100集突破细节条件曝光 新道具备是老玩家 皇冠没用了 元神,左边封单 右边沙漠 4.7宣传片拍摄位置确定 那卡具体位置曝光 元神4.8-5.1卡池爆料 元神4.8-5.1卡池重磅爆料 新角色与复刻盛宴即将来袭 各位元神的小伙伴们 是不是还在回味4.7前瞻 直播的火爆场景呢 卡池角色的安排已经揭晓啊 除了令人期待的克洛林德 西哥文闪亮登场 我们的弗妮娜也将在4.7下半卡池 迎来首次复刻 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入手了呢 别急,还有更多爆料来袭 4.8卡池 有全新五星草系角色震撼亮相 据说是个草叶兰 这个神秘角色真是让人浮想连天 主打燃烧效果 绝对让你眼前一亮 而宁悟,莱欧斯蒂,申赫这三位人气角色 也将迎来复刻 你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回归了吗 接下来直接到了5.0纳塔版本 钟离,纳维亚等经典角色 将再度与我们相聚 而下半卡池更是迎来了足迹中的白猫 小罗莉女安三 还有一位神秘角色尚未揭晓 让人充满期待 钟离不入混池 那维亚的复刻时机也恰到好处 这消息的可信度可是相棒到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5.1卡池的豪华证人 上半场是那维莱特、咸云的连妹登场 而下半场则是新角色西巴拉克与火神 这可是目前最热门的爆料版的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还是请各位看官理性看待 实际以官方发布为准 首先是或许所有角色都是可以突破100级的 而不是固定开放某一些角色 一批一批的来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角色 没有办法跟上大不对 而且100级的角色突破 是不需要额外的突破材料 其需要经验书 但是目色高级经验书 需要上百本甚至记一千本 因此现在不知道体力拿来刷什么的玩家 完全可以去疯狂的刷取地外花 但是你不要以为100级那么容易突破 只需要经验书和摩拉就可以了 他还需要一个额外的新道具 那就是新版本的皇冠 没有想到吧 这一次角色突破100级 是需要新道具的 而这个新版本的皇冠 一个版本会赠送一次 也就意味着你一个版本 最多只能突破一个角色爆100级 因此该选择哪个角色升级为100级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之前团了很多皇冠的玩家 还是只能继续顿子了 你们角色升了100级之后 他的技能等级会全部自动提升两级 不需要你去主动提升 因此皇冠仅仅用于提升到实际而已 这一点改动稍微还是比较合理的 还有让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武器等级问题 目前的色别安排 是你角色等级到100级之后 角色目前携带的那一把武器 也会自动提升到100级 但是你把它卸下或者更换其他武器的话 那么这把武器的等级 也就恢复到97了 也就是你现在这个角色用什么武器 那这个武器就是100级 当然如果你的武器是84级 那么它仅会提升到90级 意思就是在你武器当前等级上面增加10级 当然这也只是所谓的内鬼大了 目前最新的爆料而已 此话后续可能会信心改动 但是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设定上线了 那么各位选择突破100级的角色 一定要慎重选择 个人比较推荐主打金铜属性的角色 或者攻击力倍率的角色突破100级 提升效果会比较大 而防御力倍率和生命之倍累的角色 提升到100级的话 基础属性的收益不高 但是如果角色强度高 那么它的技能收益也会很高 因此还是按照你当前最强的是哪个主C 那就把它提升到100级收益会最高吧 相信4.7前瞻直播 大家都看了吧 在前瞻直播里面 不是有一段PV爆料了关于纳塔的地形 跟一些龙的石鸡掩饰吗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光从地形上 就能找到纳塔的位置 是不是不相信 其实刚开始小白也有点不相信 但看完下面这些之后 好好好 喜欢得是你们希尔 不像我就挺粗 新的 如图所示 那么对于本期文章的所有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 空洞 尖头山 花神树根 那么大家能够想到哪里呢 如果对地形属性的旅行者应该知道 喂 这个地方对应的是虚弥沙漠的这座山 对此可能有玩家不太愿意相信 那么我们来到地图边缘的这个位置 从这个地方再仰望那座山 是不是就非常像了 除此之外 在前瞻PV即将黑屏的几秒内 就能看见这样一个画面 我们这里也正好对应的一个山崖 也就是上美图片与之相对应的位置 唯一的缺点是有颗大树挡着 可能是因为这个短片里 没有做完花神树 所以才看不到大树 总而言之 结合这几点地点来看 我们就已经基本可以确定NATA的大概位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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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